來我們看一下那個 下一個單元我介紹的是 二元一次不等式的圖形 二元一次不等式的圖形 那二元一次不等式的話 顧名示意 二元一次不等式 顧名示意就是 長得像這樣子的 AAA加BY加C大於0 像這樣子的形式的 或者是小於等於0 等於等於0 大於等於這種東西 就屬於所謂的什麼 二元一次不等式 那現在問題來了 你怎麼把這個圖畫出來 我們舉一個 其實想舉個簡單的例子好不好 我講說不要看下面那個表格 我覺得那個表格太複雜了 我們仔細舉個例子好不好 你這樣可以把它抄起來 譬如說我想找出來的是 A加Y加1大於0等 這怎麼找 教你喔 先想什麼東西知道 先想那個 欸對不起 我可以把它講清楚一點 第一件事情呢 你應該是 我看怎麼樣比較好 算了 算了 先我 先想這好看 這樣就輪出問題 先想乘 X加Y加1等於0的圖元 好 那很明顯它通過哪兩個點 是負10跟0負1 對不對 沒錯吧 好 隨便把這個圖畫出來 製造結果是什麼 0負1在這邊 欸 負1的那邊 0負1的那邊 隨便擋這個兩次 有看到嗎 會啦 這個是製造器的圖 那剛剛講大於0的時候呢 指的是誰 你知道嗎 先想成這個對不對 然後呢 再決定 範圍 你覺得大一點會屬於哪個區塊 你看嘛 你這樣想 這條線就是把它無線隱藏 很明顯它是把這個平面分成了 兩個部分對不對 如果是大於0才是右邊和左邊 右邊 所以右邊這樣畫就可以了 這樣懂嗎 啊小於0呢 就畫這邊 但還沒結束 為什麼還沒結束 看一下喔 因為題目是講大於0 有沒有包含等於 沒有 所以你這樣畫這條線呢 又變什麼 又變虛線 啊如果有大於等於0呢 如果等於的話怎麼辦 如果這邊寫有加個等於的話呢 這就變實線了 因為你如果畫 你如果這邊有沒有 這邊如果你 這邊不是畫那個區間的嗎 你又畫實線的話 那是感覺很像是這條線也包含這個範圍裡面的 可是題目裡面並沒有包含這個數 並沒有包含等於0嘛 這條線是包含等於0的時候喔 所以這要畫的是虛線 就像以前你所學的那個有沒有 比如說以前我學的是那個 速線的一元一式的時候有沒有 當我們講 可以大於3的時候不是這樣畫嗎 3 畫空隙然後往右 如果大於等於3呢 就畫10隙然後再往右嘛 關鍵是一樣的 反正你想喔如果有大於的話就要畫虛線 有等於的話才畫實線 這樣會不會 好那一樣如果小於的話呢就變左邊 後來喔 再講另外一題 如果Y題目是這樣出怎麼辦 X字起來Y加1大於0怎麼辦 這個跟這個很像對不對 但我跟你講要小心他的那個方向 他如果講大於0的時候呢 也是一樣我快速畫到他的圖喔 他通過點應該是負1跟01 他是長這個樣子的 好啊當然有一樣可以我寫的等於好了 好先重點來 大於的話應該是左邊還是右邊 你覺得右邊還是左邊 如果大於的話 你如果那我先問你一個問題 如果你不知道怎麼辦 如果你不知道的話 帶什麼進去你知道嗎 帶數字進去就好 比如說你帶0 你把X字跟外帶0 00是誰你知道嗎 00 遠點 遠點這個點 你帶進去看到大於小就知道了 你看喔 0減0加1有沒有大於0 有 所以這個點是他範圍裡面的嘛 所以他就選右邊 如果外帶去是小於0的 那倒不是他 不是他怎麼辦 就另外那一邊 這樣會嗎 我的意思是說如果外考試你這個 一時忘記說到底應該是左邊還是右邊的話 你就跟那邊長的數字帶進去就好了 啊最好帶的一時帶0 0最簡單 這樣會嗎 會啦 好這個就是那個二元一時不等式的那個觀念